這個Object 這個Object Profile裡面的Name 它access這個 把它write到哪裡去? 用Dominion write write到這個 用這個Function Code把它write進去 如果Attacker呢 他把它變成這個Script 那這樣的話 你接上裡面同樣的也就被inject了 所以這個 所以你用接上 是接上的方便 但是你不能夠防止什麼 你用任何的東西別人都可以inject進去 injectscript進去 所以這邊只是秀的 接上也是 也可以inject進去 那怎麼樣做比較好一點呢 避免被接上 接上這個 中了Cross-Script 那你就不要用eval 你用這個pass接上 pass接上就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剛剛eval的話 因為你任何不是接上的程式 你在這裡也會被執行 也同樣會中標 會中槍 那所以呢 這邊你就不要用eval 這邊用pass接上 用pass接上的話 那這個 傳遞來就 你的這個 如果是程式碼的話呢 他就 就不會執行的 這個我們前面也講過 但這是很重要的 我用接上passer 來做這些 做這個 你傳過來是data 就是data了 我就不關其他的 那像這裡 如果script是data的話呢 這個也是一樣 這邊 這邊 如果 剛剛是接上 對 如果說你 你這裡是有任何的data 比如說getmail mail的data裡面呢 同樣的也可以放script 像maildata 這邊是getmail 然後同樣sr回去 然後再eval 這回來的 那你 那是mail的data 但是如果換成了這個script的話呢 同樣執行起來 一樣 可以 譬如說我要做一個cookiealert 這個alert 這個data cookie 在這邊也就 所以都一樣 如果是sml呢 如果是sml的mail呢 如果sml的mail 當然sml比較複雜一點 我這邊 用shr 那這個程式 這個ready state 等於是 都抓回來是我的 我是個sml 抓sml裡面 你就要getadmin bytechname sml處理 這些程式看起來是比較長一點 如果是sml stream的話呢 那你這裡看到的 你的這個 假設這裡是 sml是 把mail的這個訊息擺在 擺在這個sml裡面 那 那一樣 你只要 只要你把資料抓回來擺進去 那你是sml或是加什麼都一樣 那通通都可以 都可以這個inject進去 smltech被inject 當然我可以injectsmltech 我injectsmltech 然後 裡面再放上去 放上去一些這個 呃 可以執行的程式 然後再找機會 或找其他地方 再加上evoil 這個所以 基本上 不管是什麼樣格式啊 是 是這個mail啊 或者是sml 是sml 或不是sml的 都可以接上 通通都一樣 好 那如果 你是在 傳一個javascript的datatstream 或者js object javascript的datatstream 裡面是陣列 或者是 這些 你要產生一個新的物件 那這裡 像你的new object 在inline裡面產生的object的話 像一個blog 我產生一個blog的話 那blog裡面直接就在 一行程式嘛 產生一個blog的物件 一個blog的文章 不知道title這blog是誰寫的 那 那我這個方式裡面 直接就把這個document.write 這個就是 整個blog就搬到 搬到這個 一個inline code來寫 當然這不是很好的寫法 但是 可以做到 產生一個blog的 javascript的物件 那 那當然也可以把這些東西 放到陣列裡面去 我不知道裡面有很多文章 那我產生的這些文章陣列 有沒有可能是 那都是dome裡面的一部分 當然一篇文章裡面可以再分 假設我們這個 這一頁 這一頁裡面好多 好多個這個 那這些東西 當然 你既然指到dome的context裡面去了 通通都會被poison poison 這個injected 通通會被下毒 通通會被 對都有可能 不管什麼樣資料結構 所以後面 後面這一段 就是說 在複雜資料結構裡面呢 一樣 這都通通都會這個 grossed screen都有可能 就不要 呃 只要這裡面的每一個case出現 在那種 呃 hacker的conference裡面呢 大概它就是 就當作是一個新發現 就以前沒有的 現在有人 有人從這裡 呃 出來一個 有人從這邊找 這個inject一個 所以大概 大概都是這個樣 OK好 那我crossed screen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那下面這一張比較長一點 我現在在這裡先切掉 谢谢大家